我們呼籲國人要監督政府趕快立即搶救 陷入生活困境的這些台灣國外的留學生 那我們也譴責馬英九政府 他寧可花大筆的補助去迎接中國的留學生 他不願意花一些我們的這個預算 來實現他們對這些台灣到國外的留學生補助的這個程度 這個是讓我們非常的遺憾 到底這個總統是中國學生的總統還是我們台灣學生的總統 寧可花那麼多的錢去補助這麼多的台灣的公私利 大學院校去迎接中國的這些學生 那放任我們的台灣的這些國外的留學生 在國外這樣子偏偏 而且是政府承諾人家跳票 不予這個補助 所以我們實在是非常的遺憾 也呼籲我們全民來搶救這些台灣的留學生 那麼另外也對行政院我們提出這個強烈的質疑 教育部之前部長不是說嗎 說教育部的錢多到不知道怎麼花 教育部的錢多到不知道怎麼花 超過600多億的這個預算 現在不知道怎麼出分配 讓你也不缺錢 以前那麼多的情況竟然還出現了 讓這種我們公衛的台灣到國外去的留學生 拿不到政府的法定的承諾的補助 這個是政委支持吧 敬戶對不提新兵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要發起立疫情的一個搶救